嘿的! 民主商,我是Pedia 那1.34版本的BETA 終於釋出了 我們馬上來看看 首先第一個是我們的這個 套裝系統的重作 那目前遊戲遊戲裡面有的是 狼首領的重作版 你可以看到它分成了好幾個等級 總共有6等 那不過它說明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各位就先參考就好 那關於這個狼首領的套裝改動 基本上都沒有改,它唯一改變 就是號角現在會把敵人推到最遠 並且擊倒 那基本上現在的狼首領 它就是吹喇叭,然後把這手推遠 推到角落去 然後再不斷的進行壓制 非常可怕的一個套裝 那我們接著來看到 最新的UI介面 那最左上角那是什麼東西呢 我並不清楚 那在它下面的這一個是 邀請好友來玩 然後你可以贏得獎勵的東西 在更下面這一個寫的 BetaTest這個東西是優惠 欸,之後如果有優惠 應該都會在這一塊 標示出來 左邊最下面這一個呢 就是 戰鬥通行證了 那右手邊 相信各位都已經很熟悉了喔 不管是主線啊 活動啊 突襲 還是這個對決寶箱 為什麼它會需要 9999回合 才可以開啟一個 罕見箱 我不明白 whatever 最下面這一排 icon從左至右 分別是 商店、裝備、任務、馬拉松 冒險、收藏 以及最新的功能 次不一辭我們馬上就來看看 最新的功能有些什麼東西吧 那最新的功能 也就是派系戰爭 首先你必須要選擇一個派系 選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看到這個 派系戰爭的大地圖了 稍後我們會一一跟各位講解 各項功能 那如果你想要更改派系統也不用擔心 你是可以改的 只要花費50寶石 要注意的是可以更改的次數有限 而且你在當前領地內的排名 會丟失 再下來要給各位看到的是 右下角這個陌生人的圖案 這就有點類似暗示的 暗影裂痕功能 就是給玩家抽東西用的啦 抽獎的 在測試服裡面 你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去抽到這個 虛空合唱曲 但我不認為上到正式服 也可以這麼的輕鬆就是了 我想看到內容物有什麼 但他都只會把我丟到 Nakey的官方網站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測試服 我最想要看的就是 呃..官方對於套裝的重做 是怎麼去處理的 所以我馬上又去看了 虛空合唱曲的內容 但只看到了狼手裡的東西 而且現在測試服裡面 你使用這個合唱曲套裝 他也不會有任何效果 沒意外的話 大概除了狼手裡 全部的套裝效果 現在都失效了吧 不管怎麼樣 我們回到派系戰爭 左上角點開 可以讓你看到 各領地的資訊 右上角 則是可以讓你看到 當前各領地的排名 除此之外 還有錦標賽的排名 就會類似以前的 對決排名這個樣子 畫面左下角這個 icon 點下去 你就可以進行錦標賽 也就是我們目前為止的 對決模式 那這一塊跟目前為止的版本 其實差不了多少 打贏 然後得分 拿取獎勵 就這麼簡單 那剛剛提到的領地 就是畫面上這些格子 你可以加入任何一個領地 然後開始你的派系戰爭 那當然你後面也可以更換領地 只是就跟更換派系一樣 你在該領地內的所有的進度都會流失 那進入領地之後呢 你可以通過右上角的地球圖案 來放大跟縮小的地圖 放大的時候 可以看領地內可以打的內容 縮小地圖則可以看到其他領地的狀況 那當你放大地圖的時候 右下角會出現 民生通勤症 我目前為止這麼稱呼的 那到時候再看官方翻譯是怎麼樣 接下來就是領地內的戰鬥囉 說實話 跟一般的遊戲沒有什麼差別 對 所以就看之後官方能不能玩出什麼花樣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喔 打完領地內的戰鬥 然後完成領地內的活動 來取得這個 民生點數 來獲取這個 民生通勤症 剛剛前面提到的分數 那當你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任務 拿到一定足夠的民生分數之後 你就可以領取民生通勤症的獎勵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部分 就等於是 你得到對抗思考 還沒有 我們可以再看 那不是 你得到對抗思考 那不是 你得到 最重要的 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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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